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笑 第623章 再滚蛋 这时,一个惊喜的声音打断了莫无忌的注意力 一名容貌俏丽的白发女子急步走了过来 看她眼中喜色,便知她见到莫无忌心中有多么的高兴 莫无忌认识这白发女子 这女子正是奈何 她还知道奈何为什么见到她会如此高兴 因为她身上的问仙牌和星空牌 不过莫无忌却没什么信息 别说奈何在尖角先虚的时候就和她起过冲突 就凭借她想要自己身上的两块牌子 莫无忌就没有好脸色给她 倒是这个女人资质的确是好 这才多久,就和她一样是大一仙了 奈何师妹,你认识她? 严震江自然知道奈何 她见奈何如此惊喜 甚至有些怀疑莫无忌是不是一个散秀 奈何的来历她清楚得很 诸神仙宗核心弟子 在诸神仙宇赶叫诸神仙宗的宗门岂能差了 曾经的诸神仙宗可是诸神仙宇第一大宗门 即便是现在没落了,也是大仙门之一 这种大仙门底蕴深厚,随时都能再次爬起来 所以尽管现在盘道功很强 严震江也不敢对奈何无礼 莫短时,本地伦彩 伦彩大帝此刻也走了过来 出乎莫无济预料的是 伦彩大帝居然对他抱了一下拳 这时,无论奈何还是严震江或是莫仙莫 全都呆住了 伦彩大帝他们岂能不认识 这是个喜怒无常脾气古怪的大仙帝 偏偏实力还强到一塌糊涂 而且最喜欢做迁怒他人的事情 这种人能以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理由杀人 可是这样的人居然会对莫无济区区一个散修抱拳 难道他们的眼睛花了吗 大,大帝 严震江有些磕霸的躬身势力 在一边的奈何和莫仙莫也是拱身势力 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的确,盘道宫,诸神仙门,清仙楼,这些宗门都不具伦彩 但宗门是宗门,他们是他们 伦彩若是怪脾气发作,哪怕不敢杀他们 只要随手废了他们,他们也没处去喊冤 奈何心中最是后悔 当时他看见莫无济之后,直接忽视了周围的情况 假如他提前看见了轮彩,他肯定不会急着过来 莫无济反正都来了,一时半会儿也走不掉不是吗 而他同样震撼于伦彩对莫无济的态度 伦彩和莫无济之间的事情,他知道的比较多 哪怕莫无济还是弹道先蒙的尊纪丹王 伦彩也不可能对他抱权的 今天是怎么回事 莫无济和严阵将间的话题,原本引不起周围人的注意 但伦彩来此,甚至对莫无济抱权,周围的人自然震惊起来 很多人猜测,莫无济到底是谁 居然可以让眼高于顶,脾气怪异,不可一世的伦彩大帝抱权 一时间,莫无济这边关注的人居然是最多的 我知道你叫伦彩,不用介绍了 莫无济说着站了起来,退后了一步 同时大荒跨前一步 本来在莫无济身后的大荒,站在了莫无济身前半步 他站起来,可不是为了尊敬伦彩 而是担心伦彩动手的时候,他坐着被动 对于伦彩抱权,他清楚是怎么回事 心中也颇有些钦佩 伦彩这家伙居然如此喜欢他那个妃子 甚至以先帝之尊对着他抱权 这已经是等于放低身太求和了 不过他和伦彩之间的仇恨 根本不是求和可以解决,杀了他的人就得用血来还 本地之间多有得罪,时时因本地爱妃向书,身患重病 还请莫但是,看在大家都是仙道阴脉上 一辙人心,水源手啊 说完之后,伦彩再次一抱权 莫无济冷冷看着伦彩 若非这里不是地方,他都想直接叫出卓平安来,解决了这个混蛋 为你的爱妃治病?哼,伦彩,你想的太多了 周围的人见莫无济不开口,都为莫无济捏了一把冷汗 伦彩大帝居然如此礼带一个蝼蚁人物 而且这个蝼蚁还对别人不理不睬 别看这地方规矩森严 假如伦彩直接杀了莫无济 伦彩还正是一根毛都不会损失 甚至连这次交易会都不会缺席 有时候规矩这东西就像是个圆圈 总有一些人在这圆圈之外 伦彩就是圆圈之外的强者 奈何感受到了伦彩的杀机 急切传疑莫无济让他赶紧回话 毕竟一旦莫无济被杀 莫无济身上的东西肯定会被伦彩拿走 那就再也没有他的份了 莫无济同样感受到了伦彩的杀机 但他并不畏惧 他和大荒早就沟通好了 如果伦彩敢动手 他们绝不会让伦彩再和上次一样轻松走掉 只要大荒缠住伦彩 卓平安将会在呼吸间赶来 然后他会抓紧时间布置各种困阵 哪怕他的困阵只能困住伦彩十分之一系 但这对大荒或是卓平安来说已经足够 恒俊 那人是谁 居然让伦彩大帝抱拳 据莫无济并不很远的第一排座位上 一名略显秀气的青年惊异地问道 在这青年身边坐着一名满头红发的中年男子 正是丹道先盟七品丹地恒俊 王主 他就是莫无济 恒俊恭敬地说 他也有些疑惑 早就听闻伦彩要杀莫无济 却没想到伦彩对他如此客气 秀气青年后的战旗 惊声问道 他就是莫无济 无品尊纪丹王 还有一句他没说出来 那就是他出关之后也发生了判断错误 恒俊有些低落地点了点头 他连话都不想说了 在丹道先盟 他和公养学最了解莫无济的丹道才华 当初和莫无济一番探讨 他和公养学都是收获肥浅 也是那一次的交流之后 他练着七品仙丹的承担率上升了一步 他和公养学都是收获肥浅 说到底 那都是莫无济的功劳 在他看来 莫无济对仙灵草的提纯理解 绝对是仙界第一 就是坐在身边的丹道先盟盟主 八品巅峰丹地小李氏 也不如莫无济 如果知道莫无济没死 他当初肯定会出手帮上一把天机耽搁 恒俊 我们也过去看看 肖李氏深吸一口气 个是盟主 你不是让我们丹道先盟偷偷赶掉 恒俊有些不解 尽管丹道先盟还未成功 但这种事情迟早会被莫无济所知 既然如此 何必再去交好呢 肖李氏再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我想我不应该下着命令 我应该先看看莫无济是何许人 此人面对轮彩大帝不卑不亢 他绝对是一个心智决绝之辈 我单道先盟若是交误了他 后果难以预料 还有他身边那个仙魁 看样子非同寻常 恒俊肯是不解 莫无济再心智决绝也是个蝼蚁 杀了不就一一了百了吗 肖李氏叹了一声 他明白恒俊的想法 但他没有说的一句是 现在已经杀不了莫无济了 连轮彩这种疯狂的家伙 也要对莫无济抱权 可见莫无济背后 已有不弱于轮彩的实力 否则以轮彩的秉性 岂能如此和善 莫无济背后有了不弱轮彩的实力 那就再不是之前 在他眼中随手可以抹去的存在 既然不能随便抹去 那单道先盟就得改变策略 莫丹师 成不成你给句话 就是你要我将相书送到这儿来 我伦才也毫无怨言 至于报酬 你随便提 只要我伦才能够做到 我必定不会推脱 伦才 我们的账慢慢算 你杀了我天机当格的弟子 这笔仇我莫无济记下了 今天我看在天欠仙楼的面子上 不动你这老皮肤 但终究有一天 我莫无济 要铲凭你那逍遥狗窝 伦才的脸色贴清起来 如果能够干掉莫无济 他肯定马上动手 但是他不敢 他不是忌惮这里的规矩 而是他清楚 卓平安也在这儿 而且莫无济身侧 那个丑陋仙葵的仙缘 似乎比他还要厉害 今天他要敢先动手 也许他真走不出天欠仙城 上次和卓平安动手受的伤 还没有彻底复原 再动手 他轮踩没有这个地气 他脾气嚣张古怪不错 但所有的嚣张 是建立在 他没有任何危险的前提下 一旦小命都受到威胁 他的脾气 可就将不再嚣张古怪了 好 很好 我轮踩就等着你来 我逍遥地宫报仇 轮踩捏紧的拳头 把空气都要捏出水来 但他仍旧不敢在这动手 莫无济见轮踩不敢动手 毫不犹豫地喝道 滚蛋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相信 莫无济和轮踩对上之时 轮踩是实力更弱的一方 其实在莫无济的内心深处 他倒希望轮踩赶紧动手 一旦轮踩动手 他就是防卫者 作为防卫者 他可肆无忌惮 小猪卓平安 狠狠教训他 假如运气好 真干掉了轮踩 或者让轮踩重创 修为下降 那他就真的可以去 灭掉逍遥地宫了 可轮踩居然不敢动手 可见这家伙 平时的古怪脾气 都是装的 甚至那种毫无理由的迁怒 也都是故意的 这是要给所有人一个信号 他轮踩不按常理出牌 会毫无理由的迁怒 一想到这儿 莫无济的心微微一凉 这些老家伙 果然没有一个简单角色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笑 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